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開箱的是全家便利超商 新推出的 叫做滿餡的麵包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好,這是全家出的,那它是新產品 它這邊有說40% 果肉含量 那它首先推出的是 果粒草莓跟另外一款是花生 好,那第三款的話還沒有推出 好,這個是滿餡 麵包,那建議零售價 這裡有標示,然後它的熱量 這是條碼,我們看一下後面 然後後面有這個 它的成分,然後品名 然後這裡有一些它的標示 然後營養成分,營養標示在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些注意事項 好,那我們實際來打開看看 看它的這個滿餡大概是 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這個商品會吸引我呢 主要是因為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就是 買麵包之後打開 結果它的線可能只有中間一點 然後其他都是空白的 那這一款會叫滿餡呢 照理說它裡頭用的這個線應該是會滿多的 那我們實際打開來看一下 哇 它等於除了這個最邊邊這裡 沒有塗到以外 其他都是有這個線 好,那我們來試一下它的味道 味道還不錯 而且它裡面是真的有這個顆粒的 好,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全家超商的新產品 滿餡麵包 果粒草莓風味的開箱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留言跟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